今日影视制作公司刮起了一股并购风 几早前华策影视收购客顿传媒 今日中视传媒又被证实收购了金英马影视 9月3日下午华裔兄弟也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以2.52亿元收购张国立掌舵的 浙江长生影视制作有限公司70%的股权 总而进一步增强华裔电视剧板块的生产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对于为何决定入驻华裔 张国立透露 四年前华裔上市前 小刚和中军就一直诚恳地跟我邀约 我这个人目光短浅只会埋头耕地 现在华裔做得越来越好 是影视制作的龙头 而我还在埋头耕地 这么多年其实我和华裔合作是最多的 最后在冯小刚的极力撮合下 两家公司如愿达成收购协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